这个周末应该是湖南卫视铁杆粉丝的狂欢日 因为我们的中国最调音将上演最终的PK战 紧接着在周六晚上的22点 又会上映我们的快乐男生特别节目 其实快男还没有上就已经火到不行了 很多明星都纷纷站出来给我们的快男支招 快男选秀即将拉开大幕 从30万男生当中还选出来的选手 将会在我台展开一场偶像争夺战 娱乐圈最具价值的新面孔 将会成为整个暑假的热门话题 明星们纷纷把自己的目光投射到这场选秀大战 刘欣最近在上海出席了一场婚纱秀 快乐男生自然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她坦言身边有很多朋友参加快男的选拔 并且鼓励他们参加快男一定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有很多好朋友都去参加快乐男生了 但是有一些很不幸的已经被淘汰了 不管你入选还是没有入选 但这一定是你难忘的经历 可能在你排队的过程中 你前面后面的那个男孩子 可能就成为你 接下来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好朋友了 都说不定 作为超级女生2005班的同学 周笔唱带着自己的新专辑来到上海演出 笔笔当年征战超女的舞台 创造了很多奇迹 现在快男即将登场 作为前辈 周同学也给2013快男的新同学们 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做自己吧 对啊 然后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就是整一个过程 然后也是会让你不断学习 不断慢慢成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不用想太多 现在娱乐圈中的艺人 很多都是选秀出身 景吴然也是这样 他日前亮山上海参加一个宣传活动 对于即将开始的快男 他同样很期待 作为过来人 他也为这些娱乐圈的新面孔 给出了自己的经验 选手自己本身要正视这件事情 我觉得虽然是一个做秀的节目 但还是要尽量去秀出真我 因为其实我是过来人 我觉得真诚 无论是对身边的人 还是说给观众之间的一个态度 跟印象 其实都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些是最好的一个武器 是这个武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